在广州市区如何坐公交地铁去泰国出于好奇心 今天我请你们去体验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州地铁三号线的体育西路站 首先我们先坐地铁三号线北沿线往机场北方向 老铁们不要误会 咱们不是去机场 今天我们去泰国的交通工具是地铁加公交 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 我们先坐沙站到高增站 大概40分钟左右到达高增站后 换成九号线往飞额岭方向坐酒站到花都汽车站 20分钟到达花都汽车站后找到低出口处站 地铁总共花费了九块 不慌 从地铁低出口处来后 本来想补充一下体力 去买瓶水带动一下花都的GDP 方圆几公里一家便利店都没看到 花都确实有点三咖啦 人好少啊 然后回到公交碧村站 坐花21路公交车 刚等一会车就来了 就是人有点多 不会都是去泰国的吧 坐七站到石头基站 大概15分钟到达石头基站 公交花费两块 下公交后 离泰国曼谷还有500米 走300米过红绿灯后 会看到石头基矿物园 然后一直走200米就到了 心情确实有点激动 傻瓜地咖我来了 一路方标 终于到了 太beautiful了 这两个小时的路程没白走 泰国知名的四面国 门神 以及千只百态的大象雕像 近来就是一顿拍拍拍 到处都是风景 从不同的角度 多方位展示了泰国文化 曼谷院内的建筑拥有浓郁的泰国风情 让你一秒穿越到曼谷 今天这档出国体验 属实是非常到位 先发个朋友圈 装一下13 交通费用 今天总共花费10亿元 门票免费 简直是太香了 20分钟就逛完了 回家